这里曾是战火纷飞的抗窝前哨 也曾是辉煌璀璨的中国灯具之乡 这里有绚丽多姿的海上千岛湖秀美风光 这里有风华独具的飞夷文化 如今的锅具早已善变为 中国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宁波舟山港核心港区 成为了一座历史和现代完美融合 国际港口和千年古镇共荣发展的浙东山海小镇 人节地灵 山川秀美的总台山脚下 有一个近千年历史的城郭 郭炬 据在明代信国公汤河奉朱元璋之命 带兵在这里修建千户所成 以抗击窝寇骚扰 从从台山上俯瞰 郭炬古镇基里依稀可见 凭借其海上交通中心的优越条件 构成了郭炬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 2003年北轮区委区政府计划将郭炬整体拆迁 随着郭炬至北片区开发建设的高品质推进 郭炬区域老百姓大秒搬迁安置到白风 原急震功能日益衰退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减少 居住人口逐渐老化的问题非常突出 2016年8月11日 根据北轮新一轮开发开放规划功能调整 郭炬街道挂牌成立 下辖两个社区18个行政村 户籍人口约2.5万人 总区域面积63平方公里 这个位于中国长三角地区大陆最东端的半岛 又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街道坚持多归融合整体推进 引入专业设计团队 多次邀请乡前代表 贤达能人基层干部出谋划策 编制了郭炬街道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规划 努力建设具有一心双卖五片区格局的浙东山海风情小镇 明确环境综合整治规划 加各项整治设计方案统分结合的操作蓝图 其中2017至2018年度 共安排实施三大类20个项目的清单库 总投资约1.32亿元 并成立领导小组牵头抓总 设置10个专项行动工作组狠抓落实 所有项目做到挂图作战 倒排时间节点 在考核攻坚阶段 全体党政班子带队分片包干 实行每日上街查找问题 限期整改消耗 蹲点跟踪进度 定期汇总分析 克服驴血恶劣天气 加班加点拼抢工期 各项整治工作势如破竹 街道排召开 这双回归全国锅具人 新春回乡主题活动 邀请香咸参观家乡建设 许多的锅商纷纷出资 捐赠路灯 爱新冰箱 养生茶室 形成全民参与 香咸助力的良好氛围 郭炬街道 始终把群众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的提升 作为工作的落脚点 千方百计 普及城区基础设施的短板 针对住城区人口密集 道路拥挤停车难 建筑破旧 微房多 空间局促 绿化少等难题 街道破旧立新 拆微修旧 两年来 共完成拆除违法建筑面积 17万平方米 拆后利用率为90.46% 拆除微旧房14状 共安置群众125户 拆除建筑面积 约8800平方米 加强拆后综合利用 建设了大型文化广场一处 街头公园两处 停车场六处 新增停车位466个 新建和改建公共厕所 旧座 拆除小作坊和 低散乱企业厂房 约16360平方米 拆除后 新建停车场 生态湿地公园等 公共设施 汇集 郭聚老百姓 进一步加大 核心主街区 整治力度 以星聚路 大图塘路 等四条道路为重点加强整治 拆除了国具灯具城 微旧牌楼 对主街区道路通过三线下地 与污水管道铺设 路灯照明改造 智能交通改造 店铺招牌统一 停车位化线等工程 形成国具住街 全新面貌和格局 有效激活了商业街 新业态和人气 同步打造一处特色街巷弄 对霓虹路 凤山路 西街等七条道路 进行全面提升 重点推进 贝街小巷环境治理 古宅 古井 古城墙等保护修缮 打造特色弄堂文化 和废异文化传承 使老城区呈现 古朴 干净 有序 舒适的新气象 街道着力做好 镇村联创文章 坚持高标准整治 全区域覆盖 大力推进 厕所革命 垃圾分类 浓屋治理 三大城乡环境攻坚 积极谋划全域旅游 引进台湾香水莲项目 打造大岭下百亩桃花园 养殖堂百亩油菜花 百亩草花花海 推进全域景区化 美丽乡村建设 先已完成了紫威奥片区建设 湿地公园建设 形成整治一个街道 带动几个村庄 连成一片美景的全域整治工作合力 善整治更需强管理 全面建立健全路长制 和长制和两园两站管理模式 12条道路 12条河流 由街道党政领导担任路长 和长挂牌上岗 步行巡查 深入推进城管 市场监督 安监 环卫联合执法体制建设 采取科技手段 将数字城管 智能交通 智慧灯杆 与街道四个平台建设 深度融合 持续推进倒乱站 摊乱摆 车乱停整治 全域将覆盖587只 各类治安探头 9处智能交通抓拍系统 在城区主要道路上 安装监控25只 加强桥下空间整治 和长效管理 进一步规范 环卫 道路交通 和城市管理机制建设 出台了 郭聚街道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县乱拉长效管理机制 并把县乱拉长效管理机制 定进村规明约 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绿树村边河 青山郭外辖 现代与历史交融 文明与和谐再生 人与自然一体 国具街道将在新的历史起点 扬帆启航 努力打造一个更加宜居 更富特色 更有活力 更具风情的 热东山海小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